这边是一个大窗 这边是两个大窗 红红大窗 那这个储物床就是可以改装为外置厨房 放下来之后 好 拿抽拿出来 这个应该是外置的淋浴 你洗菜的话有这个外置的淋浴的 冲出来的洗锅碗的这些 我讲一下这个看板的问题 一般是三种 这个是手动的 还有的是开关电动的 我也用过 还有一种欧式的 放开小凳子在上面 大家觉得哪一种好 手动的好 还是电动的好 还是放个凳子的好 其实三种各有优缺点 有的人说放凳子的最高级的 人家欧挂50万的车也是放个凳子 凳子有缺点 凳子它地上如果张掉了 滑了有水塘 假设说它踩上去如果滑倒 用的话就是你用手也可以 我是奇怪用脚可以够出来 其实也蛮方便 电动也有好处 但是电动米炉它有开关的 也容易卡住 容易坏 也是容易的 所以手动的 还有放凳子的 你喜欢哪个就用哪个 没有绝对哪个好 哪个不好的 好啊 我们上车看一下 美式门和欧式门也是有优点缺点的 我也都讲过以前 那这个是一个深色的地板 这个地板呢 像真的木头一样 因为它那个搭配 色调搭配还是不错的 家具呢是铝的 这个门 这个柜子 看上去就像木头 木的木纹的材质 其实都是铝的 包括这些都是铝的 那开关呢 它是这边有个按键 轻轻的大按键就打开了 我看电邮 电邮的话把灯打开了 599配的设灯 排风扇 水矿监控 卫生间 室外灯都有 基本上是满电的 这范围灯还蛮好的 100 599 100满电 我们还是这样 它这个布局的后开门 厨房从这边过来 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这边是个 卫生灯 这是完工的状态 一个小水池 上面是个排风扇 顶上一个顶灯 这个顶灯我看是触摸的 还是外面控制开关 顶灯 排风扇 它是可以同步的 那从这边过来 这样是一个冰箱 这边上面是一个控制面板 灯开关都在这儿控制 这一排吊柜 是两个大的吊柜 蛮深的 空间还是蛮好的 倒厨还是蛮深的 看 有有 我来量了 哪卷次 我们什么都以数据说话 30 30厘米 我把沙发也量一下 这个沙发能不能睡 能也量一下 1米84 这个是科技部的 应该是 也是个旋转桌 还要放个腰枕 这个坐深还是很深的 也是要放个腰枕 更舒服点 做起来 吃饭 它转过来 想吃哪个菜 你就来问 这个菜 不用断了 把整个桌子 给你移到这边来了 因为它这个空间 确实还够 这里面的空间 我们来拉一下 1米08 1米08 所以这个空间 就这样放 这里面还有一个 70多的空档 这个是39 这个一排 也是很实用的 你放东西也可以 你如果放在棚井 放在这里也蛮不错的 这边是两个插座 两个五孔的 我们再看这边 洗衣机在这个位置 大衣柜 都放来了 好像这个车都交错了 这个床的长度 1米49.5 这个水域 1米5的长 它这个车辆呢 有很多都可以定制的 床椅大一点 小一点都可以定制的 这里面的宽度是2米2 就去掉这个床头柜 还有2米 就睡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跟家里的床 大小就差不多了 也是家用空调 才能 暖风机在这 它所配的暖风机 都是高原版的 你到新疆去西藏去 4000米 5000米都可以 它是暖风机 公路也很大 这还有一个抽屉 这两天放两个东西 这个床底下就不用说了 两面开门就是贯通式的 都可以放出 整个色调呢 就是这种米色 米白色 配上这种原木色的 两个颜色的大料 壁板其实我感觉到 比那个更逼真 什么地板呢 小条的壁板一样 其实这个感觉还不错 总的高度2米 水箱 车子的水箱 不管是6米的车 和6米4的车 标配都是210升的水箱 水箱的位置呢 它是在车辆的 中轴的皮一点点 清水箱偏前面一点点 清水箱是90的 所以呢 它是整个双轴的载中 这个水箱都没有啥问题的 包括电池 电池应该是在这个卡托底下 中轴 或者是两根轴 那么这样一台房车 是差不多在6米以内的 箱子呢 在5米左右 那我们呢 说了 床是1米5的 这样的一个固定大床 一般的需求就够了 如果你说 我身材特别魁梧的 要加长的床 可以加长到1米6都可以 长度是2米2都可以的 因为这个去掉的话 就2米2 这是一个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 它的配置 冰箱洗衣机 这些都配齐 包括这样的衣柜 大衣柜 也都配齐了 整个空间感也不错 那么比如说 我们电 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 它你装8度电 10度电 只要按照费用来算 这个双轴的 肯定是扛得住的 水箱210 那么这些都达到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和要求 那么卫生间的话呢 也大小比较合适的 卫生间里面 我看一下 这个整个布局大小 也还算是可以 不错的 比较适用 实用性比较强的 厨房这一块 有着下层子油烟机 我感觉就不需要 到户外去做饭了 在车内也完全能够安排 加上这个拓展研板 延伸过来 整体到这边就很强了 如果你需要安装这个投影 可是在这底下凹进去有个升降的 卷帘的卷 放下来 窗关好窗 你坐在这儿就看电影 所以房车 其实两个人带个小孩 那小孩睡这边也可以吗 是吧 如果说 你说这边要做个 变个大床的 理论上也是做得到的 因为这个沙发的深度 加上这个靠整的一个深度 这个达到两米 这个是达到一米八 理论上你要达到两米 要买六四零更长的车身 这个沙发整个都达到两米 那我那一台车的整个长度 沙发的长度正好是两米 床的长度是两米二 它有很多可以按照客户 不同的要求来做一些定制 包括移车器 包括一些水电的配置 很多的布局 都是可以做一定的 个性化定制和调节 大家如果对这个房车感兴趣的 想了解的 可以私信联系 关注于这个浙体的 谢谢大家